好帥啊 怎麼可以戒奶槌啊 你知道我兒子到現在還沒戒嗎 對呀 哎呀,真的很懷念 寶寶搜褲的日子 好可愛 有些人這樣掃,有些人會轉圈 有些人會轉圈 對呀,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今天就聰明了 我找了一個醫生 她是溫希莉醫生 她幫我們解析一下 究竟胃奶和驗奶期是怎樣的 我們有請溫希莉醫生 Dr.Helen 歡迎你 Hello,你好 Dr.Helen,其實我對自己的掃蜂很有信心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對 那其實有沒有什麼正確 你覺得現在研究到最好的掃蜂方法 一般來說,掃蜂有兩個方法 通常醫院的姑娘掃得最厲害 我也沒有她們那麼厲害 一個就是把嬰兒放在膝蓋上 我們不如試試這個大小小的嬰兒 放在膝蓋上 這是最常用的方法 你托著她 記得不要鋪著頸 你要托著骨位 因為嬰兒初出生 頸沒有力 托著肋骨 這樣 輕輕 即是用一些音力 我記得她有時候說過 那個音力其實是要這樣 是不是手勃起的 對,手勃起的 有些勃起的 對,有些勃起的 對,有些勃起的 對 向上的動作 亦都可以 同一時間 也是可以輕輕地轉動 因為轉動它 會令胃內的氣 向上升 讓它容易弱出來 另一個方法 就是把嬰兒放在肩膊上 我們要留意著 要托著她的腰骨 將頭 托在肩膊上 然後托著她的屁股 然後向上掃 好處就是 你不用太多力 托著她 不過不好處 有時候看不到嬰兒的臉 怕她會焗到臉 你夠不夠 也要確定她正在休息 但我想問 如果她還未掃到風出來 人們是否說 起碼要20分鐘 其實是可以的 15至20分鐘都可以 那如果她一直都不可以 折出來 如果一直都不折的話 何時才可以放下她呢 如果嬰兒不能放到風 餵完奶 你可以將她打動泡 就是泡30分鐘左右 讓她自己折 而且如果嬰兒有很多風 你餵一頓奶 正常會掃兩次風 中間一次 餵完一次 如果多風 可能一頓奶 還要掃三次 那是否打側擺 可以 如果她擺到打側擺 其實不建議打側擺 因為打側擺 因為嬰兒不夠力 她很容易趴轉了 面向腸仔便會焗傷 因為頭一年的嬰兒 一定一定要養臥分 就是面向天的 因為打側也有點危險 如果嬰兒吃完奶 你可以將她墊高一點 通常我們會建議 在床褥下面 沾一些毛巾 讓她的床褥上面 高一點 我也是這樣 我們整個床褥已經 小一點 對 你要確保 她不會高到 會掉下來 還有 狗不狗都要看著她 這樣 你們有沒有試過 偶奶 偶奶 又不是很厲害 那嬰兒的嘔奶 一定會有 狗不狗會有 但是我們要分 她究竟是正常的 折奶 還是真的有病 對 對 因為嬰兒的腸胃 吃到還未成熟 吃到下面有一個像 橡筋褲一樣 我們叫做褐躍肌 她會把奶 放進去後 會關掉橡筋褲 不會上來 但嬰兒的橡筋褲 是很鬆的 她一放進去 不像一碗 你動一動它 就要折出來 隨著她的年紀慢慢大 那個橡筋褲會越來越緊 她就不會折出來 這些有一個學名 叫做食道反流 即折出來 正常的嬰兒也會有 但如果她真的噴射式地嘔 或者肚子都脹了 也有其他可能性 嘔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是腸塞 很嚴重 尤其是嘔一些綠色的水 就會很害怕 就要馬上去醫院 分得到的 每個嬰兒都不同 但你習慣了她 你會大概感覺到她的皮性 有些譬如 折完奶出來 很開心地繼續笑 那些多數都沒有什麼 而且最重要的是 食道反流 有分生理性和病理性 如果病理性 可能她真的折到 體重不升 個人好借 皮黃骨瘦 這些就比較害怕 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嘔奶 這些情況 可以看看寶寶 餵奶的方法 會不會她一次吃太多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可能要少吃多餐 每次減少分量 就餵得密一點 還有掃風掃多一點 有些朋友 像剛才那樣 去邊吃邊睡 那她是否應該 都要拍醒去 都要掃風才睡 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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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邊吃邊睡 都一樣會有風 或者有些小朋友 可能睡一睡 又吃 沒有雨就沒有時間 有時候可能 這些都是需要拍攝 對 我記得我剛才零分三四點 有個椰奶要餵她 我跟她一起睡 大家都很睏 但我經常要自己撕大腿 起床起床 不要緊張 真的 撕大腿 一來不可以摘到她 二來我怎樣睡都好 一定要起床 我也是 記得起床起床起床 起床起床起床 而且我怕她嘔吐不到 我真的會冷靜她三十分鐘 對 自己做得好 我也要等她三十分鐘 我試過 二十分鐘 即是晚上凌晨的時候 她還未嘔吐 那你擔心不敢睡 我抱著她 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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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廳出房 走來走去 都是有幫助 對 還有長期嘔吐奶 你說原來會否發覺 裡面的寶寶有些問題 對 因為嘔吐有很多原因 我們最常見的回奶 就是正常的生理狀況 大一點會好 但如果不正常 例如噴射色 有機會是腸塞 結構上的問題 有機會是細菌感染 尿度發炎 甚至乎腦膜炎 這些病徵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次數過多 就是來找醫生 如果寶寶有些不妥 父母又不太肯定的話 就帶來找醫生 摸肚子檢查一下 買個安心 也好 因為可大可少 對 嘔吐奶也是身體信號 對 對 說到胃奶 你經常聽說要厭奶期 你們那次BB有沒有試過 我那個沒有 他真的長期喜歡吃 我那個就有晚長期 是 吃也不夠 我不太知道是什麼 晚長期其實是一段時間 你會察覺到BB 他會食量突然增加 然後他慢慢會變回正常 在那段時間 你會看到他突然會 體重、高度 都會突然增加 突然有發瘋 有沒有說通常是幾個月 有這件事 其實作為醫生來說 我們日常看到BB 就不會特別留意到他的晚長期 但有時候家長 他帶BB回來打針 也會說 有些時間他們會 好像無底心痰 不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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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也不飽 但他又好餓 又不吐 又有增磅 應該相信 這些就是晚長期 那時間性 是因人而異 通常 頭一兩個月 都會有 但你的標是長期晚長期 每逢去到三個月 然後七個月 因為我已經過了 就不太記得 但我記得幾個月 就會出現一次 對 會間歇性 我覺得他長了很多 對 很開心 我養得他很好 對 對 現在驗奶期 我的女兒好像沒有 她是去到一歲 兩歲 就突然吃了固體之後 她就慢慢不吃奶了 驗奶期都很常見 通常BB大概三四個月左右 即她的發展階段 她會不太喜歡吃奶 情願周圍看 玩都不吃奶 那段時間 因為之前應該是 身體有個儲備 她不需要那麼多奶 她就會自己減少食量 通常都是持續幾個禮拜 然後自己會好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這個是我看到很多網上 會吵架的一個問題 譬如我記得有個個案 就是有些老人家 他們會想給孩子喝水 但是媽媽 即現在生一代的 就說會中水毒 就叫大吵 那我就想問 其實是否真的 剛才你說 最好都不要給 但是如果真的有時候 老人家給了一些 那多少份量 是真的會中水毒呢 對於小朋友來說 對小朋友來說 是否真的 其實這個是我日常的 即是在親所都經常 遇見這個問題 是的 上一輩通常都說 奶粉熱氣 要喝少許水 其實現在的配方 都改良了很多 還有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建議不需要喝水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喝了水 她的肚子飽了 她就不吃奶了 是 因為水沒有營養 奶有營養 還有一些研究顯示 其實水是可以影響到 腸胃的益生菌 所以不喝水會好一點 婆媳關係 和家人的關係都很重要 即不可以為小事 罵大家 我通常建議 如果奶奶或者媽媽堅持 要濕一點點 都沒所謂 一口 濕一下小口 是的 我當時就是 我自己知道 我看過書 知道我餵母乳是不用給水的 但我記得有一天 老公回來 即是見完奶奶 喝完茶之後 回來就說 他們說原來 要給她喝水 那我就馬上懶專家 我說其實不是的 餵母乳是不需要的 因為裡面有水粉 那我老公當然沒辦法 因為我是照顧女兒的 但幸好現在醫生都這樣說 那大家就會知道 主要是媽媽自己照顧 知道哪方面是正確 餵母乳就不用另外加水 配方奶粉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 對 因為都是用水開的 這個問題 應該有很多人想知道 就是怎樣幫嬰兒戒夜奶 這個問題有很多爭議 有些人又覺得 這些方法太殘忍了 應該慢慢 有些人覺得 不是應該要這樣做 這比較正確的方法 看到甚麼方法 應該是正確的方法 其實戒夜奶 都沒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其實是好看個別嬰兒的 基本上你 晚上臨睡那頓 餵多一點 希望她飽得久一點 不哭 那就不用餵她 這樣就叫做戒了 通常半夜吃少一頓 就當是戒了 但有些朋友 他們戒了之後 突然間過了兩三月 嬰兒又被戒了夜奶 那是甚麼原因 因為當時嬰兒需要多些營養 她就會肚餓 餓醒了 這照片給她 不要很忍心 不行 我這個習慣 已經兩星期內 要繼續這麼忍心 那營養是繼續還是怎樣 其實很難這麼忍心 因為她會繼續哭 很難不餵她 也不建議餓著嬰兒 明白 但我想其實都不是有時候 雖然剛才Jay說到 有些可能是幾個月後 她又會變回 但可能有些又不是 像我B這樣 我發覺她是求安慰 是否真的會這樣 會的 有些會找些東西咀嚼一下 可能白暗 她突然間晚上哭醒 我早就不知道 很睏 為何不可以戒了東西 又理會 那她一睡醒 我就馬上拿高 讓她喝一會兒就睡 但我發覺不是 有些人跟我說 可能她純粹是想你抱一下 可以的 抱一下 對 後來我就試一下 不讓她喝 看看她是否真的會 抱一下她的酒 原來抱一下她 十分鐘 十五分鐘便會再睡 這代表她不是真的肚餓 她是想找些安慰 可以試一下給奶嘴 也沒問題 如果她願意絕奶嘴 真的 她想怎樣戒奶嘴 你知道我兒子現在還沒戒嗎 還沒戒嗎 真的 我不狠心 真的 不夠忍心 很多家長都抗拒 傳聞說奶嘴會影響牙齒 其實小時候的嬰兒就不影響 除非你到五六歲還在吃奶嘴 就有問題 會影響牙齒 通常戒奶嘴都是心理的訓練 然後她盡量都不好 但她的樣子真的很可憐 你也忍不住給她 她很睏 但只是那一步 我現在給了她 她就馬上倒了 然後就馬上拔走 其中有一個方法 有些人說給她手指供她 吃手指 你又覺得建議哪一種好些呢 如果她用手指 會不會好些呢 其實寶寶會自己選 她自己喜歡手指和奶嘴 你不可以幫她選 不可以特地幫她試一下手指 對她會喜歡一樣 很多時候去到上學 兩歲左右 她自己會感覺到自己長大 會慢慢長大 但她那個三歲多 她想早點戒 其實年紀應該要戒 睡半至兩歲最好 其實六個月都可以戒 不過通常說睡半至兩歲 去到上學的時間 要跟她解釋 大過 不要用奶嘴 我們會將她截奶嘴的時間 慢慢減少 如果她能做到 就獎勵一下她 即是說她聰明一下 或者送貼紙給她 用這些行為上的 我叫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如果說兒子 她臨睡前一定要睡覺 她應該用什麼方法 會不會有其他人可以代替她 你可以 不見了奶嘴 看看她 試一下自己睡覺 可以不可以 媽媽買 我真的沒有 我家真的沒有 不見了 你今晚這樣先 可以試一下 我已經探索過 給了其他小朋友 你不可以這麼自私 用那麼久 慢慢慢慢她會習慣到 今天班學前 立刻拔掉她 即是她肯定是看到的 她知道這件事是很好的 即是她立刻到班學那一刻才拔掉 即是之前 現在就 睡覺 睡覺才要 即是慢慢減少 現在是睡覺那一刻都還沒脫 那應該慢慢慢慢越來越少了 希望 今天很多謝 多謝Helen 為我們說了很多胃奶 又醃奶期 又晚餐期 又晚餐期 很多謝你 我們希望大家 都喜歡我們今天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我們 Chill Good Channel 還有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IG 還有記得留留言給我們 那下一集再見 Bye Bye 3B仔比3B女對媽媽健康選好較大 叮咚 正確 胎兒媽媽肚製造的化學物 可能會對媽媽健康造成影響 例如會引起發炎 或者細胞組織受損等等 外國曾經有研究發現 有一些有害的化學物入面 B仔會比B女製造多兩倍游離機 長遠來說 有機會令媽媽更容易出現抑鬱症 心臟病、腦退化等等的疾病